刚才我们介绍的 shape 工具实际在 render 的时候是不会看到的 那问题是我们既然看不到我们干嘛使用这个工具呢 当然我们会搭配一些编辑器来产生实体 好,我们这边先做几个示范 在这边的 shape 老师先建立一个 circle 圆形 我在中间这个地方画一个圆形 好,现在 render 当然是不会出现 如果你希望它变成一个圆柱体 你可以使用一个叫做一处的一个挤出修改器来做 好,我们先选择这个圆形 接着切换到 modify 编修面板 这个地方有一个下拉选单叫做 modifier list 修改器清单 在这边点选 点选之后它会打开许多工具 这个工具大概有将近百个 那我们可以在这边呢找到一个叫做一处的修改器 好,在这个地方 在这边 那么因为它的修改器的数量真的很多 好,我们看一下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很快找到这个修改器 我并没有去执行 好,可以怎么做 点选之后 我刚才要找的修改器叫做一处的 那我可以按键盘的1 就是它的开头的字母 按一下1 你可以看到它马上跳到1开头的修改器 然后你再多按几次1 就可以找到了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点选一处的 好,套用这个一处的修改器之后 你会发现它好像变成是一个圆形的面 那实际上我们还要在这边去调整它的挤出的高度 这个amount呢 是可以让你输入挤出高度的一个栏位 我们在这边用滑鼠拖曳 将它拉高 或者是拖曳降低一点 那它就变成一个实体了 那我们这边再Render一次看一下 再点选Render Production 你看 这样就可以看得到了 好 那实际上呢 你挤出来的形状呢 是看你原本的物件 好,那我们再试试看 我按F4 你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显示的H-Face 有没有 好,我们刚才这个地方是设定它的amount 那你现在如果说 想要再让它变高一点 你可以再输入 好,amount 那这个sigma 就是你挤出高度 要多少分段 现在是一个分段 两个分段 三个分段 所以到时候如果说你要让这个圆柱体产生一个弯曲的效果的时候 你的分段呢也相对要增加 好,我们再看其他的 好,我们再看其他的 好,我再回到一样是shape 好,刚才我们建立的是sircle 那现在我建立 donut 甜甜圈 好,然后 先做一个donut 然后呢我再一样 再套用一处的修改器 你看 这一次做出来就是一个像管状的物件 像水管一样的物件 好,我们再往下看 好,我们再往下看 这一次呢我用start 心形 用滑鼠拖曳 建立一个心形 好,但是我的心盲呢我只要五个边就好了 那我可以在这边呢再调整一下 好,那再加上一处的修改器 对不对 它就变成一个立体的心形 OK,文字也是哦 那我先呢把刚才的这个物件呢先删除哦 圈选按键盘的delete 那我们在这边呢输入文字 先用text建立一个文字 调整到适当的大小 这边的文字呢 内容你可以改一下 比方说把它改成3ds max 好,移动一下 接着呢我们再套用一处的 所以如果说你要做立体文字的话 你就可以用一处的 让它有一个厚度 就有点类似像以前在唱片行看到那种 用保力龙搁置的效果 对不对 只不过颜色我可以改一下 保力龙的话大概都是白色的嘛 所以我可以在这个地方点选 这个地方是让你设定 name and color 设定物件的名称以及颜色的 我暂时把它设定成白色 不过实际上你如果要设定物件的颜色的话 正确的做法 应该是使用材质编辑器来修改 那因为我们稍后才会讲到材质编辑器 因此我们这边呢先改变物件的颜色就好 在这边呢老师要说明一个观念哦 其实你建立的物件跟你在哪一个试图上建立是有关的哦 好我们这边呢按alt加w 这个指令呢这个快速键我们前面讲过 相当于我在这边点选 maximize viewport toggle 可以将试图呢还原成四个试图 或是将试图最大化 好我先把这个文字先删除哦 看一下我们现在如果一样是选择文字工具 我把它放大一点让各位看清楚一些哦 50好了 如果我是在perspective透视图上建立的话 我们之前有讲过其实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网格啊grid是网格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我们的地面的高度 其实你可以把它隐藏起来的哦 如果说你要隐藏这个高度的话呢你可以按 你可以在 来我们在这个地方先选这个试图 然后按g就可以把它隐藏起来 好再按一次就显示出来 其他试图也是一样 例如我这边切换到front前试图 按下键盘的g就把网格隐藏起来 好再按下g就显示出来 好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建立文字哦 我是在透视图上建立的话 我们在这边点一下 你会发现怎么样呢 它是平躺在我们的地面上的 你可以从上试图看到它是平躺在地面上的 对不对 好 ok 我再把字放大一点好了 50 好可以看出来吧 好了 但是如果说我这个物件 我是在前试图建立的话 会怎么样呢 来我先把它位置稍微移动一下 我不在这边建立了 现在我建立一样的文字 我在前试图建立 我在前试图这个地方点一下 点一下之后 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文字是怎么样 它是立起来的 从这个透视图上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立起来的 对不对 浮在空中 而且是立起来的 当然浮在空中的位置呢 是因为我们在前试图点选的时候呢 它的放的位置 你如果希望把它放在地面上的话 你还是可以在这边去调整它的高度 好 ok 那我们再把它移到后面一点 所以前试图所建立的 或者是从测试图所建立的话 它是立起来的 你们可以看一下 老师这边呢 现在再切换到left 左试图 我现在在左试图 一样建立一个 3ds mass这样的文字 我在这个地方点一下 你看 它也是立起来的 然后刚好是在我们的left 试图的投射平面上 了解吗 好 我们旋转一下看一下 好 从旋转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发现 我们在前试图 或是在left 左试图 所建立的文字呢 或是其他形状 其实是立起来的 好 ok 那如果说在上试图建立的话呢 上试图建立的话 跟在透试图是一样的 好我们可以试试看 我先把这个文字呢 先搬到后面 现在呢 我再到上试图 建立一个文字 好 点一下建立一个文字 来看一下 它是不是在地面上 对不对 好 所以呢我们在这边 如果一样要 要让它做成立体文字的话 我们还是加上 一处的修改器 我们在这边选择一处的 挤出 或是称为挤压 你看 字是平躺在地上的 好 那我们这边呢 从前试图 建立的这个文字呢 也加上一处的好了 你看 它就是立起来的 了解吗 好 所以如果说你要让物件 看起来有立体感的话 其中一个方式呢 就是为它加上一处的挤出 或是称为挤压修改器 好但是还有其他的 我们稍后再讲解 好 稍后请各位同学先练习到这个地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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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